Hello 大家好 我是Mina 之前跟大家介紹過各式各樣的100日圓店 300日圓店等等 今次就介紹一個Thank you Mart Thank you Mart是什麼呢 它是一個390日圓知名的日本麵鎖雜貨店 聽起來很厲害 那為什麼會叫Thank you Mart 因為日文的39 Thank you 和英文 Thank you的日文很相似 也是Thank you 所以它就會叫做Thank you Mart 而重點是它的貨品大部分都是390日圓 我們馬上去看看 Thank you Mart是主打年輕人的市場 主要都是一些精緻的雜貨 或者是一些小物 譬如這個多可愛 它是大白沙的 我自己其實每一次經過Thank you Mart 我都會進來看 一來它的貨品很新 經常都有更新的 二來其實它會有很多不同的角色 譬如是多啦A夢拉 日本的 或者是外國的大白沙 或者是其他的Wally都有 即是一些很難看到 很少有的角色 它都有 哇鬼會運過一個公仔 我其實都挺喜歡這些creepy的 但外面是比較少見的 所以我是很喜歡走 Thank you Mart 我們再看看有些什麼 大家有沒有一種去到USJ的旗市 這樣 但USJ買得很貴 它是390日圓的 其實它除了很多不同的角色的商品之外 它都有很多很惡搞 或者是造型很特別的商品 例如這個手筋仔 是披薩 還有芝士 我覺得這個造型很可愛 其實Thank you Mart 很多東西都好像很女性化 男生會不會不適合 其實它都有一些中性 或者男生會喜歡的角色 例如我剛才看到這個 我已經想買 它是這個世家遊戲機的手筋仔 你可以一個做手筋仔 一個做麵筋 一個做麵筋 我覺得也不錯 這個很漂亮 是PlayStation手製的地毯 我們看看它有多少錢 地毯…沒有寫 是否也是390日圓 不過既然這裡寫著 這裡的商品全部是390日圓 我相信這個也一樣是390日圓 但大家最好自己也看清楚價錢 這個也很可愛 它是以前的Game Boy造型的 這個很有趣 對呀 嘩 我覺得其實拿來送給別人 都很可愛 這一款 剛剛就說到它主打年輕人市場 所以就有很多小飾物 這裡有很多不同款的橡筋 然後我看到有一個 很歪舊的 它這個就是一個鎖匙扣 我想可能很多的年輕觀眾未必知道 其實我也是年輕的 我心底裡很年輕 對呀 它其實是這個家事伯 它是一個以前的… 是否… 分離圖那一間公書 它是一個幽靈的角色 但它是有電影的 以前好像沒有播放 總之是一個我很喜歡的 很懷舊的美國卡通的角色 我沒有想過會在這裡看到它的商品 但這個好像是它還是人的時候 即是它還沒死的時候 另外呢 如果你的另一半 可能… 喜歡打機呀 或者喜歡數碼暴龍等等 我覺得這個髮夾很不錯 這兩個 是數碼暴龍的髮夾 以及PlayStation的髮夾 這個其實… 說真的 我自己也會想要 因為我有一個很喜歡打機的人 我從小到大都很喜歡打PlayStation 如果你們有看之前的影片 我都有說過同樣的話 這個… 可以在家裡夾著 喂… 這個毛公仔的 毛神神的 還有其實它除了大白鯊 它還有… 珠蘿記 很Q版的 很可愛 怎算心動 我們這樣有沒有預算呢 可不可以… 每一次拍這些逛街片的時候 都可以給我一萬日圓買東西 拿著先… 拿著先… 我們找個籃子 它這麼大個袋 真的逼我買這麼多東西而已 我不感覺到袋子 很對不起自己 其實日本的年輕人 他們小時候已經會裝美化妝 這裡有一系列 它其實是一個專門 十幾歲學生的一個化妝品牌 官網也說明是十幾歲的 這裡有一些CP值很高 又便宜又漂亮的化妝品 譬如是這個 它的唇膏不是正常形狀 而是深深形狀的 這個很可愛 另外又會有一些薄餓的化妝品 還有這裡的眼影等等 都是390日圓 對於比較… 可能要家人給零用錢的學生來說 這些價錢實惠的化妝品 就會比較適合 可能大家會留意 日本會有很多商店 都有這些 為公仔的頭套 其實日本很流行去推崇自己的推 即是自己喜歡的角色 喜歡的角色 喜歡的角色等等 Thank you Mark 其實有很多是 去參加推的活動時候的 一些袋子 或者周邊的商品 譬如這些可以裝螢光棒 這裡有不同顏色 很漂亮的袋子 去裝著螢光棒 去支持你的推 另外其實都有各式各樣的銅袋等等 這個是貼著行李箱的 這個好可愛 香港有沒有那麼流行 日本就很流行 這裡還有一些不同的雜貨 或者裝飾類的用品 或者電子產品 我覺得這個非常不錯 還有390日圓 它是你可以一邊用滑鼠墊 用滑鼠 一邊這個位置是用來充電的 但是它是390日圓 你不覺得這件事很驚豔嗎 就是它是一個充電器 但是它是390日圓 是妹豬自拍用的燈 你可以夾在電話裡 等光不夠的時候 就幫自己打燈 自拍必須 還有我看到這個很搞笑 連藍光眼鏡都有 而且也是390日圓 我之前自己買的那個 都幾千日圓 早知道我在這裡買了390日圓 這個是他們其中一個人氣商品 它是一個TVT Show Boss 390日圓 它就可以一邊裝廁紙 這個畫面是什麼呢 它不是那些圖片 它是可以放電話進去的 你就可以一邊播劇 一邊播韓劇 然後一邊在哭的時候 就抽紙巾不斷抹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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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抹 但其實它之前是有不同的顏色的 不過因為太暢銷的關係 所以粉紅色和灰白色已經沒有貨 只剩下綠色的酒 麻煩地 下次再來看看 灰白色有沒有貨 早上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下 不過相信很多香港人都認識這個角色 它就是近期日本和香港都大熱的底褲套 這裡它最近最新完成底褲套 有很多它的商品 例如是橡筋 袋子 你看 很可愛 而且是大的手掌 大過我手掌的一個袋子 它是390日圓 其實這個物質也有趣 剛剛被攝影師引 它說這個不用了 這個好像不太出名 然後我說 對不起 這個很喜歡 其實這個是什麼呢 390日圓 謝謝媽媽 在這裡 它會有一些日本插畫家的作品 它是一個日本插畫家 它近期很流行的一個小兔子 其實它源自TikTok那裡 我是看IG的 是一個很人氣的角色 OK 所以重點是我要買 哈哈 因為它外面很少見的 你知道嗎 你不認識它 因為它很少見 很寒有 很珍貴 女生是要裝美的 但是學生時代 你裝美是很貴的 所以其實 Thank You Mark 這裡都有不少的 一些比較便宜的 譬如是780日圓的 一些直髮夾 當初其實 最初它們原創自己 這一款的直髮夾 就是易輕巧 價錢便宜 好用作重點 然後一出之後 就大跌賣 好像賣了百多萬 百多萬個 後來再新出了這個無線 可以帶出去的 最新這個是2way的 我們有實物可以看看 這個2way的 譬如是小時候拿出去也好 帶回學校 放學之後扮靚也好 都可以用到的 它這個就是中間 直髮夾的功能 然後你按一按按鈕 這裡就可以有一個 卷髮的功能 這個呢 其實先至780日圓 我覺得是很不錯的 而且它其實都是 60秒左右就用得 就不會說 我要等很久 它這個尺寸 就你短頭髮和長頭髮 都適合用的 新商品 想不到這裡連鍵盤也有 還有它這一款 它是凹凸的一種 很有質感 很有手感 這個其實我想買很久了 這裡就有說 它的價錢是要1950日圓 這個我有興趣 對 因為我是一個很難得自己洗澡的人 然後這裡就有說 這個是洗澡的機器 它可以高速回旋地幫我洗乾淨 所以還會脫水 好像洗衣機一樣 好像一個迷你洗衣機 但怎樣用這個 很有趣 但我不懂得用 買來可能只有擺水 另外其實這裡也有不少服裝 例如是Sport Bra 或者是夏天的時候你打底的衣服 我覺得這個很漂亮 白色 我想我會買 因為其實在日本 我自己覺得你要買這些底衣服 是挺貴的 如果是實體鋪 那它這個 是390日圓 我自己覺得它一來 可以調校帶子的長度 又有屁股 還有它是 蕾子也很漂亮 讓你這個不是梳 好吧 只是這個 我買這個 我發現了一樣東西 就這樣看 是不是覺得它是一件 普通的白色T 有驚喜的 我模擬當時的場景 是中文字的 還有原味蛋撻 巧克力蛋撻 芝士鮮奶蛋撻 雞蛋仔 阿華田 龍眼冰 是香港的菜單 這個好可愛 這個好可愛 我可以穿著 然後暗示 我就是一個香港人 我就是一個喜歡吃茶的香港人 390日圓 沒有不買的理由 抱歉 整個袋都是 謝謝 謝謝 為了大家可以更有投入感 而我拍片都可以更加投入的關係 對不起 我一向都很投入 所以我們最後真的決定要買東西 這裏不是很多 三千多日圓 我又控制我的慾望 這次介紹的Francule Mart 就是可以大家來日本的時候 除了Candu Daiso Sally FreeCons 等等之外 一個不錯的選擇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希望你可以 comment like share 和subscribe 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以及follow我的Facebook page 和IG page 下次再介紹更多的好東西給大家 拜拜